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韩期间表示,他非常重视美韩同盟在印太战略中的关键作用,然而在他提出的印太战略里,美、日、印、澳都是这一构想中的主要参与国,唯独没有韩国。 四国官员在东盟会议期间单独举行了四方会议,这是自十年前日本提出四方联盟的概念后,四国首次举行会议。 面对这一改变,韩国总统府和外交部的解读出现严重分歧,导致总统府在一天之内两次改口,先是表示印太构想是日本提出的战略,韩国没有必要加入,而后又说这需要与美国进一步协生沟通。 那要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对韩国来说究竟意味着食妖呢? 正如央视著首尔记者唐欣所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亚太之行后,美国新提出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得到了更为具体的描述和定义。 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韩国对于美国新的亚太战略也是十分关注。 特朗普也在讲话中强调,美韩同盟是印度太平洋地区繁荣稳定以及安保的核心。 从目前公开的情况来看,暂时未见韩国积极加入美国新印太战略的意图。 有分析就此指出,韩国由于对日本在国民感情上的隔阂, 是韩国在对待美日韩同盟以及印太战略上多少会顾及自身再加之韩国本身地缘战略的考量。 韩国正在积极和中国修复关系,势必会考虑到中国的战略意义, 因此现阶段对加入印太战略并不积极。 韩国韩民族日报网站也评论指出,新的印太战略还处于初创阶段, 目前表现出来更多的还是美国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